由于民族主义盛行 波兰一直否认自己在二战中的罪行 像以色列一样 以24K纯受害者自居 只要涉及到屠杀波兰人 那一定是十恶不赦的行为 跟波兰人之前做过什么 绝对没有一点关系 2010年乌克兰总统尤仙科 将斯杰潘·班德拉 追认为乌克兰英雄 作为一名反恶魔证人 尤仙科可能单纯想恶心一下俄罗斯 但他或许忘了 当年班德拉分子 可是在沃伦图了十万波兰人 五年后 另一份互不侵犯条约 终结了波兰的存在 无比讽刺的是 沦为亡国奴的波兰人 依然不放弃反乌政策 1942年 波兰为警察 活动德国袭击了乌克兰知识分子 部分乌克兰家庭因此遭到屠杀 1943年3月 波兰黄血军与德军 联合围剿乌克兰武装 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者 造成了沉重打击 一系列事件的刺激下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 将波兰人视作了死敌 在他们眼里 不管乌克兰复国的大业成不成功 波兰人都得先杀一批再说 我们或许看不见明天的太阳 但明天的太阳 一定会高高照在波兰人的坟头 1943年3月起 乌克兰人开始系统性袭击 沃伦省北部的波兰人村庄 6月 攻击扩大到整个沃伦省 7月11到12日 4300名波兰人 命丧乌克兰人之首 但这远没达到巅峰 最血腥的一天 应该是8月29日 在当天的屠杀中 部分波兰村庄被屠到 只剩一半人 总共有超过 15000人死亡 1944年9月 红军逼近西乌克兰 民族主义者 终于停止了 对波兰人的大规模袭击 这场血腥残忍的民族仇杀 被称为沃伦大屠杀 10万波兰平民 因此丧生 他们之中 70%都是毫无反抗之力的 妇女儿童 二战结束后 波兰和苏维埃乌克兰 进行了一些领土微调 根据斯大林同志的要求 波兰吐出了之前夺走的西乌克兰 还将利沃夫划给了苏联 按照民族自觉原则 利沃夫属于乌克兰人聚聚区区 划给苏联算是合情合理 但是利沃夫的波兰文化分为其农 在过去的历史上 也从未属于俄国 雅尔塔会议上 丘吉尔曾提出过相关疑问 斯大林只用一句话 就让他闭了嘴 但华沙可曾经是俄国的 作为补偿 斯大林将德国东部 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划给了波兰 这片土地原先是德国的 西里西亚和波美拉尼亚 工业发达 物产丰饶 至今都是波兰出 华沙外最富的地区 波兰用它换走了一瓶如洗 且仇视波兰的西乌 可谓是赢麻了 斯大林同志没能想到 那组他为乌克兰人 力争而来的利沃夫日后竟成了 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堡垒 他更没想到的是 由于社会改造不彻底 1944年成立的社会主义波兰 依然维持着天主教 加民族主义的内核 三分之二的党员 同时也是天主教徒 波兰人民军甚至配备了教堂 和随军总神父 官方编撰的历史书里 波兰将乌克兰人视为敌人 并称他们为纳粹帮凶 为了颠覆波兰 美国人在罗马教廷上下打点 于1978年 选出了人类有史以来 第二位非意大利人教皇 来自波兰克拉科夫的 《若望保禄二世》 一年后 教皇回波兰访问 受到了家乡父老的热烈欢迎 光参加露天弥撒的人 就有上百万 范蒂冈都不一定能凑出这排场 波兰教皇的信徒中 有一位名叫 莱赫瓦文萨的油腻中年 教皇访播一年后 瓦文萨在一家造船厂里 成立了名叫团结工会的组织 以罢工为形式 反抗波兰政府 非常有特色的是 团结工会组织的罢工中 最常出现的不是红旗 和无产阶级标语 而是波兰的民族旗帜 和教皇爸爸的画像 1989年 团结工会取得了胜利 它终结了红色波兰的政权 取而代之的是 如今的波兰共和国 看到了波兰的成功经验 多个国的反对党群起效仿 最终导致苏东阵营国家 一一垮台 老大哥本人也未能幸免 十年后 波兰加入了北约 2004年5月1日 他正式成为了欧盟的一员 加入欧盟后 大波波一度混得相当不错 刚独立那会儿 波兰的人均GDP 只有欧盟的33% 近三分之一人口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但在入欧六年后 波兰的人均GDP 已超过了欧盟的60% 2015年 更是成了世界银行 官方认证的高收入国家 当然 想要加入欧盟 就要得到欧盟的全部 除经济发展外 若欧后的波兰 还洗涤了大量的人口流失 虽然独坐高收入国家 但波兰的人均GDP 不过一万刀出头 和同为欧盟的英法德 还是有点差距 两项比较后 波兰人惊喜地发现 劳资去伦敦扫厕所 都比在波兰赚得多 于是波兰年轻人 乌央乌央的移民欧盟 墨西哥人看了都 直呼内行 2012年 波兰有200万人 常年定居海外 十年间涨了2.5倍 移民群体中 受良好教育的年轻人 占比最大 18到24岁的波兰人中 有六成考虑永久移民 年轻人走了 留给波兰的 只剩下保守的教会和老人 如此天时地利 不出个保守主义政党 简直对不起 右翼回朝的大环境 2015年10月 右翼的法律与公正党 在议会选举中 大获全胜 并一直执政到了今天 该党的基本盘 由天主教会 和民族主义者组成 换句话说 就是波兰红脖子 因此 法工党领导下的波兰 整体呈川普化 与欧盟存在 极其严重的价值观冲突 作为思想开放 且富有同情心的文明人 欧盟对LGBTQ 向来是赞不绝口 对中东难民 也是来者不拒 但波兰人认为 天无二日 我们心中只有天主教 这一个太阳 至于天主教 对LGBTQ 和中东难民的看法 大概就跟希特勒 看犹太人差不多 善良淳朴的波兰人认为 欧盟硬塞过来的 政治正确毫无益处 唯一的作用 是破坏波兰的 传统价值观 2015年 现任总统 安杰伊杜达称 政府有责任保护波兰人 免受难民 可能带来的流行病 四年后 杜达总统又在大选前 公开表示LGBTQ 乃是境外势力 渗透波兰的意识形态 比共产主义 对人类的破坏性更大 2021年1月 波兰实施了 全欧罪严的堕胎法案 妇女只有在强奸 生命受威胁等 极端情况下 才被允许堕胎 考虑到波兰的天主教 传统和人口流失 该法案 虽然相当不尽人情 但确实存在 一定的合理性 结果欧盟把波兰 骂出了话 西方媒体 反手就是一顶 侵犯人权的帽子 痛斥波兰出现民主倒退 生动形象地 将波兰描述成 女性的地狱 如果把主欲引去 你会觉得 这不是在说一个欧盟国家 而是在讲万恶的董王 或独裁者普京 不过 波兰虽然和欧盟关系不好 但它和非欧盟国家的关系 也不好呀 非欧盟国家具体来说 就是乌克兰 由于民族主义盛行 波兰一直否认 自己在二战中的罪行 像以色列一样 以24K纯受害者自居 只要涉及到屠杀波兰人 那一定是十恶不赦的行为 跟波兰人之前做过什么 绝对没有一点关系 2010年 乌克兰总统尤仙科 蒋斯杰潘·班德拉 追认为乌克兰英雄 作为一名反恶魔证人 尤仙科可能单纯想 恶心一下俄罗斯 但他或许忘了 当年班德拉分子 可是在沃伦 图了十万波兰人 消息一出 波兰举国哗然 扭头就去欧盟告状 随后 欧盟议会 在关于乌克兰入欧的文件中 特地指出 如果乌克兰想成为欧盟的议员 就必须遵守相关法案 停止对与纳粹合作的 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领导人的 英雄化 乌克兰的回应也相当投帖 他们给欧盟议会写了封公开信 表示将捍卫乌克兰人 拥有自己英雄的权利 更绝妙的是 受民族主义的驱动 波兰人对西乌克兰的土地 开始有了想法 当然出兵收复失地的胆子 波兰是没有的 但在湿地进行文化侵略的胆子 不仅有 而且很大 由于没钱修复文化遗产 乌克兰被迫允许外资进入修复工作 于是借着修缮的机会 波兰人贴心地在乌克兰建筑里 添加了大量波兰元素 一座座以拨带屋的建筑 在西乌克兰拔地而起 西乌克兰的高校里 来自波兰的洋外教 频频组织波兰语教学 开设波兰文化中心 乌克兰学生有时还能见到 来故土旅行的波兰青年 如果你是位波兰裔乌克兰人 那么只要你想 波兰卡就为你开放 这是波兰政府 发给波兰裔的福利 凭此卡 可十年多次往返波兰 享受医疗 教育等多方面的优待 只要拿卡后 在波兰住满一年 你就是地道的波兰公民了 从2014年到2018年初 全球共有23.2万人 获得了波兰卡 这些人中 有67%都是乌克兰的波兰裔 总的来说 和当年的大波兰主义一样 现代波兰在欧洲 基本属于个人厌苟贤的状态 欧盟厌恶他 乌克兰提防他 俄罗斯恨他 然而随着今年莫斯科一声炮响 波兰的外交环境 可谓刹那天地宽 俄乌冲突至今 波兰已收容了超过200万难民 坦克防空武器和迫击炮等 北约装备源源不断地运抵波兰 在由华沙发往乌东前线 据德国基尔研究所统计 波兰是乌克兰的第二大军事援助国 华沙向基辅提供的军援 占其GDP的0.17% 3月17日 俄军尚未撤出基辅外围 波兰总理就伙同斯杰两国总理 乘火车到访基辅 向泽连斯基传递了来自欧盟的支持 凭借一系列源无行动 波兰获得了巨大的声誉红利 几乎一举扭转了和欧盟的关系 面对这个极接纳难民 抗击俄国两大政治正确 于一身的道德完人 布鲁塞尔挑不出一点毛病 泽连斯基更是感激不尽 3月底 波兰总理穆拉维茨基得意洋洋地声称 波兰从未在全球有过如此出色的名声 波兰人非常清楚自身的统战价值 他们同样清楚 一旦战争结束 失去价值的波兰会立即丧失声誉红利 继续当那个专制的女性地狱 于是趁着名声的保持期还没过 邪无自重的波兰开始了危险的试探 5月3日 波兰总统杜达发表全国讲话 他希望波兰边境将不复存在 波兰两国将抵御一切危险 就目前来看 欧盟和乌克兰对此都沉默如期 可以推测 波兰这次对西乌领土的试探 完全有可能是为了获取天主教会 和民族主义者的支持 天主教信徒虽然只占乌克兰人口的9% 但这些人的85%都生活在乌克兰西部 差不多有325万 2018年乌克兰宗教信息局报告称 里沃夫 伊万诺 弗兰科夫斯克 和吉尔诺布尔等西部各州 一半以上的宗教社区 都是天主教社区 虽然俄军还没达到西乌 但天主教会却对此忧心不已 因为在他们看来 俄军的推进往往意味着东正教 对天主教的镇压 早在俄国收回克里米亚时 罗马教廷驻乌克兰大使古利克森就表示 克里姆林宫最近的所有声明都表明了俄罗斯东正教 对乌克兰天主教徒的敌意 没有理由排除东正教和莫斯科 合谋镇压乌克兰天主教会的可能性 根据波兰总统的讲话 波乌将抵御一切危险 那么有朝一日 当邪恶的东正教大军打上门时 天主之盾大波波完全应该挺身而出 保护同样信奉天主的乌克兰弟兄 免受异端的迫害 哪怕波兰最终并没这么做 光这个态度就足以让天主教会满意了 比起天主教会 民族主义者就简单多了 他们从未忘记 西乌克兰曾是大波兰的一部分 2016年的波兰独立日游行 2018年的涡轮事件 75周年游行等活动中 波兰民族主义者打的标语都是 波兰的利沃夫 连装都懒得装一下 对他们来说 波乌边界不存在 和收复西乌克兰没有任何区别 毕竟贫乌震漏 收复师弟听起来是多么顺耳 一战结束后 伤痕累累的欧陆列强们无暇东顾 使波兰有机会夺取了大片土地 对此丘吉尔曾锐评说 巨人间的战争结束了 而诸如们的才刚刚开始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 情况稍稍有了点变化 巨人间的战争仍在继续 而诸如们也趁机浑水摸云 和当初相比 波兰算不得是个诸如 但他的本质却从未变过 从被三国瓜分的毫无波兰 到四面开战的大波兰 再到红色波兰 和今天的欧盟波兰 这个国家始终都是天主教 狂热的民族主义大国 数十年来 波兰披着张自由民主的皮 和其他口是心非的成员 一同站在民主国家的队伍里 共同维持着福山口中 那个历史终结的旧秩序 然而俄乌冲突撕下了旧秩序的 最后一块遮羞布 波兰也终于装不下去了 天主教会的期待 民族主义者的诉求 和稍纵即适的声誉 一切的天时地利 都让他无法对西乌克兰坐视不理 终于 波兰白鹰伸出了他的力找 危险的试探已经开始 而我们尚未知道 他将何时结束 波兰总统讲话的前后一周内 世界各地正发生着一些 微不足道的小事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再度交火 土耳其越过伊拉克 进攻了库尔德工人党 以色列袭击了约旦河西岸 还顺手打死了 半岛电视台的一名记者 波兰不是第一个浑水摸鱼的国家 也绝不会是 最后一个 用最平实的语言 为大家解读国际政治的波云轨诀 描绘中国工业化进程的 艰辛与伟岸 是我们的宗旨 卢克文工作室 长期招募主编 作家岗位 待遇优厚 如有兴趣 请发简历和作品 至13551160524 at163.co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